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说这个社会啊真的是很不安全 现在闹不清是什么末世 还是照玛雅人的预言 2012年世界灭亡了吗 你看最近就噼里啪啦 这飞机就往下掉 尤其是这个华航 我觉得就估计两百多人全死了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触啊 我已经不关心这个出事原因了 今天我一看这个报纸啊 澎湖海岸 你想象这个场景 几百人排着海边 向海边给亲人招魂呢 报纸上说哭声震天呢 把这个记者在旁边看着都边流眼泪 边做记录啊 好多人就完全都是 爸爸妈妈你回来吧 还有一个女的呀 根本拒绝相信他亲人死了 说我不招魂 他没死 他没死 有的人就要把那个 就是这个政府部门贴的 那个认识的那个照片要撕下来 说他没死 他还他还活着呢 有个老太太 这是说说自己的丈夫 说算命的 说他能活五十 说说自己的孩子 说算命的 他能活五十三呢 可是他今年才三十五啊 哎呦这个 还有您啊 一对双胞胎 我就觉得看着让人心酸呢 一对双胞胎 跟人们聊天还笑哈哈的 大人在那哭 这双胞胎说什么呢 说爸爸掉海里了 哎不用怕 他自己那个背个游泳圈就能游回家 哎呀你说旁边人听着多难过 所以我今天 哎专门选了几个这个照片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 啊这是在澎湖海岸 你看抱着这个亲人的这个遗像啊 这是旁边有这个道士啊 哎咱们再看下一幅 他佛和道一起出动 好 你看 这种记者抓拍到的这种镜头啊 可以说是比比结识 比比结识 而且呢 我们都有这个活动的图像 待会还有一段这个录像 给大家看看 我就感觉到这种 生离死别的这 这这这这种悲痛啊 哎 来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片段 我 我 我 爱你国婆 我可以 你 吹着爸爸的天国声 你 跟着爸爸 我 我 你 对着茫茫大海拿着挚爱亲人的衣物 华航CI611失事班级旅客家属声声呼唤 只为了亲人能够听到 不管生死都要尽快回到家人身边 这是华航在26号下午安排失事旅客家属进行的招魂仪式 家属在海边喊着家人的名字 而事实上这群家属对之前只能在接待中心空等 却不能有任何作为十分愤怒 对着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坤 这群家属的不满爆发了 对于行政院部门的中业方式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抱怨 可是对于华航他直接的这个这个理由 他这边没有什么人什么 我们家属其实对华航的报应其实是最大的 根本不知道华航在干什么吧 而漫长的一天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虽然再多的安慰也不能压抑住内心的悲伤 不过这些家属还是强忍住他们的难过 希望借由华航所公布的尸体的特征来指认他们的家属 让他们能够见到最后一面 目前到现场的家属已经完成抽血手续 可以和无法辨认的罹难者尸体进行DNA比对 而九位大陆籍旅客的家属在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的协调下 可以持身份证明和亲属证明 透过香港中华旅行社到达台湾的澎湖进行后续的相关手续 范威士荣丽珍澎湖报道 我这个事一出来那天下午 那个我才在办别的事 就我就有点紧张 我就好像上回自从海若那个事出来之后啊 这回不晓得为什么就特别敏感 就有点紧张 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 因为正好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到了台湾 我又有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说他要来香港了 来了就是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我就变得很紧张 然后就以前我也没有这个劲 但就马上就想找个电视来看 看有没有名单再公布出来 然后想打电话去问 那肯定看不到自己朋友的名字之后 才稍微宽心了一点 有个叫张志平的人 他呢每个星期六都固定的坐这个航班 先到香港 然后去东莞上班 广东东莞上班 就因为个牙疼 那天牙疼去看牙医 牙医说你休息一天 于是他就休息一天 就错过了 他每个星期六就是做出事的这个航班 但是出事的这个航班上有一个死者 就叫张志平 所以呢 这一公布 哗哗哗 这个这个海内外各地朋友都打电话 哎 你怎么听听 你还活着吗 就是等到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妻子已经枯昏在地上了 你说这是逃过一劫 居然那个名字还是 名字像同 不是他 你如果这个造势 你比如说讲点迷信了或什么的话 这个就很玄了 这就等于是因为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 怎么讲 有人说有一些在意外里面会出现同名的人 对啊 有一个讲法 一个很玄 就有点迷信说法 就说 那个人其实是剃了你了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 剃了你的命 剃了你的命了 就是有一回出了一个汽车意外 汽车上面 有一个人死了 然后那个人的名字 跟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爸爸是同名的 然后但是呢 那个是一个公共汽车 本来也是我那个同学的爸爸 每天上班都做的 他那天也就是没做 但后来上了 知道上了有一个人是同名的 那后来他们还要特别去找道士 或什么的 去给他安排做操作什么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还有我还看过电影 后来这个人就去 去找那个死者的家属 去照顾他 他就觉得他有一个责任 好像这个人是为了他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 我看台湾的那个电视 还有一些情况是 延迟了赶上的 他本来应该前一天走的 因为家里的一点琐事就赶上了 有的人是几家结伴 去旅行一个什么事情 你每一次这种灾难 你灾难片拍出来的时候 是事后回顾 会拍他们一对一对人怎么登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他们恰恰都凑到这一点上去 恰恰一起去参加这么一个大的葬礼 而他们自先都是买票计划去的 你有时候觉得真是这个人生 真是荒大 这就是超级 所以还是我英明 你知道我有的时候 这个坐飞机迟到了 人家这个机场的人员还认识咱们 人家特别好 说窦先生你要上吗 你要上我们可以带你上 这个时候每次我都不上 当然后来这飞机也没出事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总是觉得像这样的事情 与其说像你那么英明的去选择 比如说每一回这个要迟到了什么 那班机就干脆不上 我倒觉得不如还是过自己日常的生活 不要被这种想法影响 因为要来的事情总是要来 而且它是怎么样的来法 你也不知道 倒不如自己平常做好个心理准备 就是上回我们讲 你随时有一个可能会遇到意外的准备 准备有的东西就像你说的 放张小纸条在钱包里面说明自己是谁 然后我住什么地方 我遇了什么事你可以联络谁 对写刑啊妻子啊情妇啊 然后全得写上去 情妇就不变了 你知道我们凤凰卫视就很考虑到我们出事啊 我跟公司签的合约里啊 问你情妇是谁了 不是 我跟公司签的合约里专门你得留 就是虽然香港公司就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发生意外事故 公司可以通知你哪个家人 每年你都要改的 如果要改你随时通知人事部 你要改就是他出事 你必须有个人可以找 我们呢比方说离开香港去别的地方 有时候是周末我就问学校 我说要不要请假 他说你其实可以不请假 但是你请个假的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请了假以后呢 就如果出什么意外 他们就按照合同赔你36个月的工资 就是会有一大笔钱赔给你 要是你没有请假 没有这个手续 就没有了 那到时候就没有这个了 就是说他们我这两天我真是有点悬 我后天就要坐飞机 我这次那个事情 别做了 我这次事情发生以后 我心里蹦蹦跳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蹦蹦跳 心里都不舒服不踏实 那还不如就算 就我建议现在咱们全世界人民 不如一起霸坐飞机得了 就把这事废了 马上我们就会接到航空公司的 这个这个这个投诉电话 讲讲讲讲航空公司 你知道我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前天吧 前天我们正好学校一座人在吃饭 我们校长什么都在 结果大家就由这个新闻 就谈到了所有的航空公司 大家就开始议论各种各样的航空公司 结果呢 把每个航空公司的这个英文的缩写啊 大家就把它串成一句话 结果很多这个原来他们都 每个人心里都有黑名单的 原来他们知道 他们心中都有黑名单 谁都有 谁谁不能搭买飞机 我们不去讲 这个真的名字 这个否则不好 但是他串出来的内容很好笑 有的串出来就是说 某家航空公司永远迟到的 有的是常常取消的 最好玩的有一家航空公司 他的英文名串出来是 我可能会到岛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建议大家的 现在反正飞机也老出事 你赶上也不可避免 对吧 实在就知道不行了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法门啊 这个呃就是说 不管你信不信了 念阿弥陀佛 你保证 你在临死之前 最后一个念头 最后一个意念 是南无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哎 你这一死 成 西方极乐世界到了 当然 你要不信 不是 你要不信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啊 你要三种语言 别搞错了 你一边阿门一下 那你去了 可以 耶路撒冷了 对对对 你的阿弥陀佛一下 你就去了印度 对啊 就是这样 你阿拉一下 你就去了这个 麦加了 就最后你在选择去哪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是信上帝的话 那么你就想 我这个升天国 你保证你最后一个念头 你有这个愿 哎 你就去了 我们一念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就见马克兹去了 对对对对 反正这个东西 信不信 就是信不信是由你 但是我觉得 到了那个时候 你闲着也是闲着 没别的事可以干 你要觉得这建议好 咱就 咱咱咱 一撞你到那边 哈 恶密作国了 你念一句 再见了 我的女人们 去了 就都是男人了 咱们下集可以说说 我觉得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好像怎么样 不太吸引我的注意力 只有男的 没女的 所以说 如果我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的话 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